成交量继续下行 这一点大家都有所共识 之前我们也讲过 只要市场没有发生风格切换之前 成交量它基本上不太可能能够稳定的上行 而且我也说了 只要成交量没有稳住在一个相对高位 哪怕七千亿 在此之前我也就不会动手继续保持空仓 但是老是这样子混日子不行 所以今天我决定在内容当中给大家上点知识点 给大家说说这个盘到底 我为什么选择不动手 以及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给大家做特征分析 希望以后你们碰到这样行情的时候 也能够做出自己的交易判断 目前我觉得劝退我交易的层面主要有两个大点 第一个大点是什么呢 市场没有形成炒作的风格 它更多的形成的是炒作的人气 人气驱动股价 是当前A股市场上的一个高度总结的这么一句话 谁板块人气高 谁板块能够有传播力度 谁板块的利好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和相信 谁就可以涨得最好 你看这个银行板块 周末期间也处理好了 说某些地区的地方银行进行了所谓的打引号的降息 是周末期间大家应该热于讨论的一件事吧 那我其实今天早上的文章我都写了 我要是今天银行是长得最好的话 那只能说明目前A股还在炒人气 我肯定是不敢动手了 结果一语成诚人家真就长得最好了 实际上我们要去往下深挖的话 你会发现银行它这个利好啊 它是不能讲完全叫做滞后性吧 它本来这个行业就这样 就是央行给了政策之后 你大型银行一线银行先兑现 然后偏远一点的三四线的地方银行可能后兑现 好上个周末轮到他们后兑现了 他们现在兑现的是上两个月 他们已经给了政策建议的那个降息了 它才兑现了 结果你把它当作为当下的一个热点来炒作 所以你说A股是不是现在在走人气驱动股价 你只要有人气 我不管你这事到底是多么大的利好 或者说有没有预期 人气是决定股价的最好标准 这是其一 其二一个 为啥银行的利好传得出去 这个周末也有别的利好 券商也有利好 对吧 为啥银行的利好传得出去 因为今年啊 可以说从二月份以后到现在为止 半年时间过去了 就银行这个板块让大家看到了盈利效应 大家都是像一心像好的吧 你长得好的板块 你出的东西更有传播力度嘛 大家喜闻乐见吧 所以人传人的现象就产生了 这是这么一个原因 从这一点上还无法论证 说整个股市都是人气效应 不能这样论证 我还能从哪个角度来跟你说 目前市场所处的一个特征呢 你比如说贵柔茅台 贵柔茅台这个周末也有消息 是吧 左手一侧的利好 说的是人家要回购三十多个亿 直接注销 非常强势的一个要维护自己股价的态度 具体三十亿多还是少 咱们另当别论 给钱了吧 白花花的银子砸了的呀 但是另一手的利空是啥呢 批方商价格下地 两个东西一结合冰火两重天之下 A股市场的股价怎么表现的呢 巧了 就感觉 感觉这个利好利空 好像是在盘中发生似的 实际上都在周末已经发生了 但是它是不是给你在盘中发生的 走利好冲高到 大哥冲高到快回一天三了 冲高到百分之二年几了 然后再下落 是吧 你说这种叫不要人气效应带动的股价驱动 他有人气 大家一方面看他的利好先冲高 结果这利好可能预期不大 然后回落 包括 要命康德呀 哎 周末期间说 呃大洋对岸 呃那边 呃他们的那个利空啊 针对于这个公司的利空 有所短期解除 早盘一来这个冲高 你别看着平稳 他不平稳啊 早盘的高开 七个多八个点 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的高开 然后一路回落 近五个点的回落没有了 他的预期解除了没有 朋友们 我们投资这样的公司 你投资他的意义是啥 其肯定还是驱动于他的市场的价值体现吧 这事只是说此时此刻 这一次给他先解除了 可是未来谁说的准呢 所以你看他也是属于冰火两重天的 短期看是利好 长期看还有风险 于是我短期早盘一来先涨 我长期慢慢在跌 跟茅台是不是一样 我30亿回购 短期看是利好 哎 但是我的经销商价格还在跌 短期利好早上来先涨 长期的慢慢跌 人气驱动股价 真的是目前A股市场上的极大现象啊 包括成交量 朋友们 我为什么说这个成交量下行是合理的 是我们有共识的 因为成交量的上行 它是靠成人气来驱动的 如果当天的利好 所有人都能看懂 越是让我们普通的股民老百姓都能看懂的利好 OK 那天成交量我印象都能放起来 但是你越往后推 如果利好没有叠加出来 没有延续出来 那完蛋了 成交量就会下来 你看成交量是不是都是跟着人气在走 板块的轮动 个股的股价 成交的情况 全部都跟着人气在走 那么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市场 它没有自己的风格呀 代表这个市场 它比较受 一些临时发生的场外信息的干扰啊 那么在这样的市场当中 如果你去做投资 你能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叫埋伏利好 对吧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哪一个行业要出了 我提前埋伏 那么第二个叫啥呢 就是顺应利好 追风打板 今天出利好了 我作为这个接杆而起的人 我把它打起来 我们来做 所以你看这个市场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割裂了 这样的交易方式是正确的 当然只是在目前的市场当中 可能它的一面 不是那么的大 你在一个积极向上的行情当中 利好来了之后 你只是你们家利好 长得多点 我们家利好长得少点 不至于低 但是此时此刻你来做埋伏式的利好 朋友们上周三 早盘 我写文章 我给大家说 这周如果你亏钱了 我都能理解你 上周三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上周三可以埋伏 美联储降息 后来美联储降没降 降5% 降50个基点了 0.5% 那么明确的一个 就是你去预期打他的那个东西 它实现了 实现了之后怎么着呢 上周三四五三天下来 你要真去打美联储降息这事的话 有盈利 我算了一下 随便你买 哎呀 银行地产呢 这跟您流动性相关的话 有利盈利 但是你埋伏到了这么大的 依靠利好 就那么点盈利 相当于啥 你承担着可能亏5%的风险 换来了赚1.5%的利润 不划算的 另外一个跟风打板 朋友们跟风打板这事 你有时候都还得国家对帮忙 有时候大哥来了给你买点中正1千 个股 普涨 哎 行情不错 今天能够赚到钱 万一当天杀行情 你啥把你打不起来 你早上风停了 下午都给你砸了 是吧 那就会回到我们一个熟悉的场景了 就是很多利好来了之后 能熬过上午就不错了 下午都给你砸下来 所以面对当天市场 我选择空仓观望 哎 这是我用今天的行情来给你做的观察 所以你说我每天录视频好像跟混日子似的 结论都一个就是空仓 你看我拿今天的现实行情给你现实说法告诉你 兄弟我为啥空仓 你听完之后 你自己来做判断 我当然也跟你说了 2700点 甚至于说3000点以下的A股市场 确实在历史上来讲不算低 所以我个人的结论就是 短期来看的话 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过渡 但也许从长期来看吧 确实A股市场很少在这个点位上停留很长时间 只怕呀 只怕他这个停留时间在历史的场合里面啊 可能半年一年 也是稍纵即逝的 对吧 如果说你能够扛得住啊 接下来三个月也好 半年也好 或者一年也好的 这种盈利比较弱的这种市场的话 我觉得你任何的一个交易 任何的一个投资 我都能理解 包括有很多朋友说 要给我现在是套牢了 我尽管听你说什么空仓空仓的 你也听了那么久了 我心痒痒的 但是我都亏30%了 亏40%了 我这会儿 是不是有点不划算呢 其实面对这样的朋友 我真的我没有好的交易之道给你 我只能送一个劝告给你 一定要做好 止损 你在股市上一定要像一个无情的杀手 不要带个人情绪 亏到那个位置了之后 你再是不服气 再觉得自己的股票好 你都得搁 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下次直播的时候再来聊 为什么做交易的时候 一定不要带个人情绪 一定要狠 因为如果你只认到一点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会形成一个赚钱了 很想跑 很容易跑 亏钱了死扛的这么一个阶段 下次我们也聊这个话题 好不好 今天聊长了点 主要是聊不了了 明天再聊吧 直播间那个 明天早上直播间 或者说评论区 我们讨论一下